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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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安格斯頻道 今天我們要分享什麼呢 就是眼前這邊 有四個 這個 眼鏡 這眼鏡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眼鏡的 是不是每一隻眼鏡都有兩隻腳啊 兩隻腳 那各位看一下 現在這兩隻腳就不太一樣 那戴起來你就會覺得比較不舒服 這邊比較弧度 這邊比較直 我們把它稍微再烤一下 來修正一下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比較偏 右邊 左柄 左右柄 我們現在來看以這個方向 左柄它就比較偏右邊 那我們也是 來烤一下 那如何烤呢 今天我們又要用到 水電的這個熱風牆 這個熱風牆我們直接把它 插電 開動 升溫 兩百多度 三百度 四百度 四百度 他可以到六百 OK 現在我們大概 五百度就可以用了 現在已經 四百九十八了 這邊 右鍵可以調整 越調過去越高 你看現在五百五百五百 五百五百 五百二十五五百三十四 不用那麼高 五百了五百就可以用了 就開始來烤了 首先先烤這隻 這隻是偏右邊的 我們就這樣烤 像烤水管一樣 這樣烤 這樣 那烤個十幾秒 二十幾秒 他就軟化了 因為這個比較小 比水管還小 那你摸一下就知道 這個要戴手套 因為 這麼高溫 烤下去 塑膠也很燙 所以 一定要戴手套 就像烤水管一樣 如果沒有軟 沒有軟的話 你也是無法 彎折的 下面這邊 要烤彎 往外 然後再縮回來 然後再縮回來 就這樣 S型 給他 搬外 然後又搬回來 這樣 這樣才對 這樣就會大一點 因為太小 太小你就戴得不舒服 冷卻變小 讓他還是有回勾一點 回勾一點 就眼鏡比較不會掉 這樣 OK 所以這支眼鏡就OK 這樣 然後 要記得這個放下去的時候 這個 這兩個端點 兩個端點是要平平平的 這樣 這兩個端點 靠著這個玻璃是平的 這眼鏡 眼鏡店也是這樣幫你烤的 好 好 第一個 接下來第二個 我們來烤 看這個 有沒有缺點 這個好像就是 兩個都 太王內 太王內 這個是 太陽眼鏡 太王內 我們把它 稍微 烤軟 軟一點出來 比較不會壓力那麼大 好 OK 再來 換這一支 熱風腔烤眼鏡餅的方法 如果是 準備好 還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搬直 用兩隻手去把它稍微搬直一點 往外搬然後內弧 用這種形狀S型 有沒有看到 這樣是不是 這個就比較稍微直了 這個還很很內 所以這隻OK 換這一隻 換右邊 加速速速速 加速速速으 加速速速速cra 加速速速速速速速 加速速速速速左右 好 一樣 搬班外 S型 班外 然後再進來 再看看 這樣 這兩隻都好了 換第三隻 這一隻 這一隻 這邊 比較近 進來這裡 這邊弧度比較大 這個弧度比較小 那我們這邊烤一下 給它 出來 這帶就知道 這邊可以烤一下 搬右邊出去一點 一樣 的方法就是這樣 每一隻都可以烤 只要是塑膠的都可以烤 但是要記得這樣甩喔 否則 就會把你的 好眼鏡的表皮烤焦了 那就報廢了 千萬 要用對喔 500度的高溫 也不能烤太久喔 如果你不會烤的話 就交給眼鏡行專業幫你帶領 不要自己搞 那如果你沒有烤的話 硬掰它會斷掉 塑膠會脆斷 脆裂 所以也不能 所以一定要烤過 讓它變軟才能斑 OK 這是方法啦 烤個 幾秒就可以斑了 你看這樣 我們把它往外斑 然後這裡 這裡斑回來 上面斑回來 下面斑出去 然後像烤水管一樣 給它冷卻 這樣是不是 這邊就比較出去了 這邊 跟這邊差不多 這邊 稍微太出去了 我們把它 烤進來一點 然後就可以 就能來煮一下 然後再加一點 片段 開口 就能熱 再加一點 油 我們沒關係 然後放在這裡 要看有沒有片 嗯 試戴看看 OK 那這邊好像不太平 這邊 這邊空腳調 這邊烤一下把它下壓 下壓 這個缺點 OK 剛好碰到這個case 我們這邊就再烤一下 不要硬掰下壓 一定要烤熱 每一次大概二三十秒 就很熱了 就可以烤雕塑形狀 如果你有這支 你就可以變成你也是眼鏡行啊 自己DIY 熱風槍 這是我烤水管的熱風槍 我們把它下壓一點 下壓一點 這樣 讓它靠近 哇 太多 雕回來 所以這個是要微調的喔 一點點就影響了 好 趁還沒冷卻 趕快雕塑 好 這樣就非常穩健 均衡了 然後 整個看起來 角度也是比較沒問題 這樣 OK 以上就是 你看 我們已經就烤了三個了 那 這個就是 好 結論 以上 以上就是我們用 烤水管的這個熱風槍呢 開到500度 然後 來烤 這個 你的眼鏡 兩支柄 它的角度 歪掉了 歪掉了 或者是不平了 或者是太緊太鬆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 就可以DIY了 把它調整 這個方法 很簡單 所以有這一把 它的第3個功用呢 就是這樣 可以讓你多一個用途 熱風槍 來 調整眼鏡餅的 寬度 角度 自己DIY OK 以上分享 掰掰 如果 在一起 我們 我們 在一起 我們 我們 在一起 我們 我們